樂的情感都已經建立了 我覺得下週 有可能是我們紅隊 真的是大爆發的時候 一起在場上完成 不容易的一個比賽 真的很開心 現在說彼此像家人 是真的像家人那種 我很榮幸可以跟 紅隊的另外12個人 待在一起 這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我希望在總冠軍站 能夠參與的項目通通的團體賽 奮力地站到最後一刻 我們就最後一次比賽 我們就放手去玩吧 最後幾次的革命情感 就格外珍惜見面的時光 很開心自己是在紅隊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家的感情 是真的真的很好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 全心投入地披下每一場 真的要好好去享受 這個最後一個比賽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大家我們享受 最後最後一次的比賽 然後珍惜我們最後的練習 好好搭上漂亮的比賽 好像畢業典禮 他們接受了這麼多的這些挑戰 這一刻之後我覺得 他們一定會成就 下一段旅程一個更棒的自己 其實比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已經不是項目了 而是大家一起做好這件事情 就平常心吧 大家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大洲冠軍站嗎 我希望可以再延長一點 可以不要結束嗎 就是想再繼續比 你就覺得還沒有 還有很多比賽等著 很開心但是又很感傷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情 好厲害錄完喔 很緊張欸 會比什麼啊 我很興奮就是要再去 迎接每一場比賽 比賽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贏 這些都是我平常 我們工作出社會 就沒有辦法體驗 那個東西是我覺得 最珍貴的一些事情 這個節目真的不應該錄這麼久 因為會很捨不得的 全明星運動會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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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準備好了嗎 請記得鎖定官方YouTube頻道 訂閱起來 開啟右下角小鈴鐺 按右下角的小鈴鐺 右下角的小鈴鐺 禮拜二中午的十二點首播 星期二中午十二點首播 星期二中午十二點首播 大家記得一起來聊天喔 等你來幫我們加油 記得要追蹤喔 記得訂閱喔 按右下角的小鈴鐺喔 在這邊對不對 是這邊嘛 OK好 那個好了